大家好,我是谢天静 咱们今天来说康熙潮的第三件秘宝 这个秘宝呢,是一本书,是明史这本书 没错,你没有听错,是明史 咱们这个宝贝是越讲越奇怪了 对吧,一上来是一个科学设备 后来是个武器 现在干脆是明史了,对不对 但是咱们讲明史呢 是讲明史这本书是如何诞生的 而不是来说明代的历史 咱们到现在为止没有说什么金银瑰宝 自画玉器这些东西 但是在康熙看来 这一本明史的价值 那可远远比任何的明家自画金银珍宝 来的都高多了 这明史跟康熙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还是要说这个陆顶记啊 从伟小宝这个人说起 当时伟小宝参加了一个组织 叫天地会 是个反清复明的组织 他同时呢 跟这个康熙皇帝玄业的关系也很好 所以说他严格来讲 算是一个双面间谍 对不对 然后他后来有一次就露馅了 他露馅了之后跑到康熙面前去 康熙就吊他 就跟他说 地震高刚 一派西山千古秀 韦小宝下意识就对啊 说对 门朝大海 三河河水万年流 皇上 您也是我会中人啊 您是混哪个堂口的 烧脊柱香的呀 这么一说之后 马上觉得不对了 完了 傻眼了 愣在那 皇帝怎么可能反清复明啊 皇帝自己就是清朝的老大 他难道自己反自己吗 对不对 这是一个金融比赛的一个笑话啊 但是呢 这个问题确实是 康熙 从他亲政之初 一直到他政治生涯结束 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就是民族问题 就如同天地会的这个口号啊 反清复明 其实很多当时出世于明朝的官员 或者明朝的移民 他们都不希望改朝换代 对吧 不乐意 他们觉得 我这个是大明江山 要千秋万代的 对吧 其实呢 自古没有人千秋万代 另外呢 中国自古有一个 华夷之分 那华夏和蛮夷 分得很开 咱们说到这个西方人和中国人 当时也认为西方是海上蛮夷 所以说呢 后来就不重视西方的科技 在明末也有一样的问题 他认为这个满清人 那是北方的蛮夷 对吧 是不能够入住中原的 其实现在看来啊 这个很狭隘 那咱们说的那后金 那满清 说白那不就东北那嘎的吗 那不就东北赢了 对吧 其实呢 当时就说啊 那不能得要汉人来当皇帝 其实今天看来 这是很狭隘的民族主义啊 总之呢 就是这些人 他一直在威胁着清朝 对中国的统治 所以当时的清政府 还是非常头疼 非常头疼 康熙的父亲 年号叫什么 叫顺治 对吧 这个意味也是很明确 希望他能够顺顺当当的 接手这个政权治理这个国家 那么 咱们今天说的这个 《明史史》这本书 最早就开始于顺治年间 顺治提出要修明史 但其实就跟媒体一样 根本没修 为什么 因为当时的国家经历 都放在战争 更重要的大事情上 那个时候政权交替 百废戴辛 确实是没有精力 来管明史这本书 可是为什么顺治 还是要把修明史 给提到议程上呢 这个就好比 两个人打架之前 一个人给另外一个人 做了口棺材 相当于放狠话 就是说明年的今天 就是你的忌日了 我先把你的棺材 做好 放在这儿 我还恨不得 把你的木制名给你写了 其实明史 就是清政府 对于明朝的一个木制名 我们再打一个比方 就好比说 我们喜欢一个姑娘 要表白 对吧 但你没有听说过 这个认识这个姑娘之前 追到她之前 就表白的 表白其实不是冲锋的号角 是胜利的旌旗 对吧 这个大清已经入关了之后 那就表明说 中国这片土地 和清政权 已经在恋爱了 那我就要表个白了 我要把你和你的 明朝男朋友 划清界限 你可以给他写一个东西 就表明明已经分手了 你可以去评办她的是非 去纪念她的历史了 给她定定性 这就代表着 明朝已成历史 现在呢 就是清朝和这个中国之间 这么个意味 所以当时的政治意味非常浓 即使顺制 没有能力去真正修明史 也要把它提出来 但是明史 正式开始修订 还是跟咱们说的 康熙皇帝 比较有关 在康熙18年的时候 这个时候康熙 清政已经十年了 他把这个绝大部分问题解决了 傲拜 傲拜秦了 把三藩的事也解决了 这个三藩之乱的首领 吴三桂 当年就是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 可是问题是 当年山海关放清军进来 就是你吴三桂呀 天下人都知道啊 所以大家都不信服他 三藩之乱解决了 可是还是有不少反清复明的人 特别是几个杰出文人 他们的社会影响力啊 非常大 特别让康熙头疼 这个时候解决问题的时候呢 很多人总会提出一个思路 我不解决问题 我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康熙一上海也试过这个办法 对吧 谁不服管 我就抓起来 杀头 也杀了不少人 可是问题是啊 这不解决问题 每杀死一个 能激起好多人的愤怒 而且这个麻烦就会越来越大 更何况啊 有些这些知识分子 根本不怕死 你吓不着他 他可恨了 你把他杀了 把事情闹大 他反倒认为 这样可以名流千古 作为一个中意的典范 好多人就特别简单 刺儿话刺儿话的 杀我呀杀我呀杀我呀 康熙哎呀 非常头疼 这个时候 康熙很明白 要治理这个问题 要从文化入手 康熙有一个秘书班子 叫南书房 里边就专门吸收一些 汉族的文人 汉人大臣 这些人呢 官位不高 但是呢 通过南书房这件事情 可以直接跟康熙协同工作 有效的促进民族问题的解决 而且能够帮康熙出主意 能够制衡这个朝中满臣和汉臣的比例 同时呢 康熙还拿出了一个好办法 他开设了一个考试 叫做博学鸿儒科 这个博学鸿儒 大家都知道吧 博学就说明这个人 学识很渊博 那鸿儒也是形容这些学识渊博的人 这些人是什么人呢 他就专门招明朝遗留下来的这些文人 这个考试 哇 特别厉害 203个考生 录取50多个 而且都当汉林 这个基本上有点白送官的意思 你想一想 你参加过任何考试 你能有博学鸿儒科这么厉害吗 不可能 四分之一的同学啊 直接能考过 考过了之后 直接去国务院 到中央去当公务员干部 你有这样的考试吗 没有吧 要有的话 你可以跟我联系啊 咱们做朋友 那这些知识分子 文人 主要分成三类 第一类是最好办的 他们非常的渴望出世当官 他们非常渴望公民 就觉得 我给谁当官 我给哪个政府工作 不是工作呀 我都是造福百姓 我都可以实现 我这些文人的 治国的理想 所以说 谁给我官当 我就给谁当 这些人啊 自然很简单 当场就被招募进来 也能起到一定的 受入人心的成效 但是呢 在明末清初 这些人是受唾骂 很多人就说 你这些人没有气节 对不对 你居然导向新的政府去了 所以 他们虽然好招募 但是社会相应一般 第二部分人 这第二部分人呢 他们不敢去跟清政府作对 我既不想当官 但是我也不想死 他们一边怕挨骂 一边怕死 怎么办呢 我躲着 我装病 对吧 就哎呀 我病得爬不起来了 对吧 我要大明江山光复了 我才能起来 对吧 不起床 包括还有出家当道士当和尚的 康熙的时期 要求大家要剃这个满人的发型 咱们大家都知道 就是后来这个前面发肌线后移 后面有个小辫的这个发型 那之前汉人是续发的 头发都续起来 这个身体发肤 受之父母 不剃头的 那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不乐意 不愿意换头发 怎么办 很多人就出家 干脆当和尚 我剃秃 起码不是这个满清的发型 或者有人就当道士 因为当时规定 这个道士是可以保留一个发肌的 所以今天包括我自己 这个样子的发型 走在大街上 很多人说 你是不是一个道士 你不是搞道教的 就来自于那个时候的印象 它是一个民族文化之间的碰撞 那这第二类人呢 不乐意当官 但是有这个博学洪如科之后 他就办强制的拉到北京去考试 考完试之后呢 说你这个学问不错吗 给他塞一个官 就让他当 可能当了几年之后呢 慢慢也习惯了这样的政权交替 他们慢慢的就成为了 这个文臣集团 可以成为得力的公务员干事 就是这第三类人啊 是最难办的 这第三类人啊 就是硬石头 绝对不服从 就是反清复明这帮人 比如说顾炎武 黄宗熙 这些响当当的名字 可能都听过 在陆顶记这个小说里面也有提到 那这样的文人怎么办 对吧 康熙 拿他没有办法 他们是就是那种杀我呀杀我呀 就是那种人 特别横 不怕死 对吧 博学洪如科也收买不了 而且呢 他们学问大 还有很多的门徒 社会影响力也非常大 风平很好 大家都认为这些人有风骨 你要是硬把他杀了 来硬的 那底下人就不干了 大家就会说 他们是忠义之士啊 是忠臣啊 他们忠于自己曾经的政府 你把他们杀了 那不就立了一个榜样 说谁忠臣谁倒霉吗 那这样的话 杀他也不对 那你不杀他吧 更不对了 你放着他反清复明 也很麻烦 所以这个时候 咱们的主角就登场了 康熙祭出了最终的大杀器 就是明史这本书 修明史这个工程啊 在康熙18年被重新的提起来 这个时候 反倒反江一军 把这第三类人逼入了困境 什么困境呢 你曾经那么效忠明朝 对不对 现在你们明朝的历史 要被我们书写了 我请你来写 你要不要来啊 因为你曾经是明朝的学者 大臣啊 你有文化啊 你了解啊 你来写就有拟定 你怎么写 前朝的历史就怎么定性 但是你不来写呢 我就随便找几个人来写 那写完之后 反正我写的是官方的 我写完之后什么样 你管不着 这个时候 这些文人就很两难了 说我要是旁观着不来 让人随便乱写 那是不忠不义 那我要是来 给你清朝当官 也是不忠不义 哎呀 轮到他们头疼了 顾延武 黄中西都很头疼 最后呢 他们就不得不派出一些门徒 来帮助这个明史工程 其中有一个人叫做万思统 这个万思统啊 是黄中西的德义门生 他也是历史名家 他几乎一个人 定稿了前几版的明史稿 为这个历史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咱们后来啊 知道这个张庭玉的比较多 因为张庭玉官大 他可以署名 但事实上 明史的工程的功劳 跟万思统分不开 包括其他的一些学生啊 这个顾延武 黄中西的学生 也都被派去北京 去帮助修明史这件事 其实呢 也是一种 他们和清政府之间的 变相的一种妥协和合作 那达到了这个目的 其实康熙就非常的满意了 所以呢 明史除了是一部历史以外 它更是一部康熙年间 来收拢人心的有效利器 包括康熙年间编算的康熙字典 也是 我一个是修你汉人的历史 对吧 我另一本书 是修你汉人的文字 你来不来 来不来贡献你的文化 看着办 对不对 结果这招很有效 大家都来了 那这么一部明史 咱们今天查明史 基本上都会查电子书 顶多去图书馆翻一翻 其实大家不知道的是 古籍善本本身 在文物市场也是很有价值的 特别是像明史和康熙字典 这样的皇家修订的 这种宫廷版本的书 价值相当高 完整的一套康熙字典 曾经在拍卖会上 拍出过328万的价格 包括咱们看到的这套明史 如果是一本都不差的完整版 那价值也有三四十万的高价 这些古籍善本呢 它的一个主要的价值点 就在于它的完整度 它一定要是一套完整的 价值就会高 我来举一个例子 其实古玩行有一个规矩 比如说如果你有一张 价值十万元的椅子 是老椅子 清代的 那么如果你能找到两只 这一模一样的椅子 它们是一对的话 这个价值就不止二十万 如果你能够找到一堂 一堂是四个 一模一样的一套 四个这样的椅子 那这一堂椅子的价值 就要上一百万 所以说呢 这样的多价的文物啊 是越完整 价值是成倍的递增 像明史 康熙字典 这样的几十本书的合集 它们如果完整的话 价值就非常高 当然了 这么长的历史长河 很难保留到完整 所以说呢 也有一种版本 叫做百纳版 这个百纳呢 就跟这个袈裟上面 碎布拼成的袈裟一样啊 百纳就是有散书拼成的版本 比如说第20本没了 那我可能拿一个新一点的补进来 补完的百纳版 就要相对来说 价值要低一点 如果是散装的散书 那价值就更低了 这个最贵的一定是这种 宫廷预制版的 完整的古籍 如果有机会看到这样的古籍 一定要保护下来 幸好啊 是这样完整的古籍 现在在市场上已经很难看到了 大家想碰到 几乎不可能 绝大部分都已经被文博单位 博物馆给保护起来了 这是很好的事情 对它们的保护和研究 是一件莫大的好事 所以这个宫廷预制的版本啊 其实是在故宫啊 在紫禁城里面制的 在哪呢 就在这个西边的五英殿 这个五英殿很有意思 其实五英殿跟李自成还有点渊源 李自成当时进皇城的时候 走的是西门 结果呢 他当皇帝这段时间啊 就没敢去碳和殿 就在五英殿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太和殿顶上 天花板上啊 有一个这个龙叼着一个大球 大家都看到过那个东西吧 那个叫轩辕镜 传说中啊 这个轩辕镜 如果观察到底下的龙椅里面 坐的皇帝 身份不对 来路不正的话 这个龙嘴就会松开 中间的这个大球 就会掉下来 把这个龙椅上的人砸死 李自成就不敢去 就信这个事 你要说把龙椅撤开 那就说明自己 心里虚 你要说真坐在龙椅里边 他怕被砸死 所以他在当皇帝这段时间 就在五英殿 后来被赶走 出门出的也是戏门 这个五英殿特别有意思 虽然他叫五英殿 带五字 但是呢 他非常有文化气息 他是康熙朝的修书处 咱们知道的明史 康熙字典 包括后来一部分的 四库全书的工程 都在五英殿完成 所以这个有文化气息的地方呢 在建国之后 咱们故宫博物院 一直把五英殿当成一个书画展厅 如果大家喜欢书法 喜欢字画 一定要知道五英殿 故宫的五英殿展 每一次都有很多重磅级的展品展出来 比如说前两年的四王四僧展 包括更早一些 大家去排大队 看清明上河图的 这个十曲宝级展 都在五英殿里面 那么五英殿就是明史的诞生地 这个明史 我们今天就知道了 在康熙时期啊 让很多对这个清政府存的意义的人 有抵制情绪的人 他转变了态度 而且呢 明史是一部修得非常认真的历史 他一直修到乾隆年间才定版 很认真 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史学著作 很多这个明代的遗老 在这个过程中 为他贡献了自己的文化 帮助了修史工程 同时呢 也在这个过程中 完成了心态的转化 接受了清政府的统治 所以说这个书啊 真的是一部笼络人心的戾气 咱们这节课呢 就说到这儿了 下节课咱们来说 康熙朝最后一件密宝 它是一幅画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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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